就是会比较特殊 直到我后来爱上了演戏 然后我最后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演员 我才觉得我的生命开始有一些不同 就是我会有那么 我才发现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我跟爱我 所以让我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 可能天空中那颗很闪亮的星星 所以我特别特别感恩所有喜欢我的人 同时我希望可以把大家对我的这份爱 然后继续做到更好 也许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但是我就希望每天开开心心过好每天 然后去努力去一直从事我喜欢的视野 真的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而且我觉得我遇到贺顿跟心理师 也是我觉得我可能30岁之前 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因为有这么多的老师们 来帮助这个戏其实也是在帮助我 毕竟这讲述的是贺顿的故事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何德何能 只能会做出更好的工作来回报大家 真的真的真的特别感谢每一位帮助我的老师和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也要谢谢杨子 杨子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一个演员 其实前两年还跟我们合作过 然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 然后性格又超级的可爱 然后演技又特别的好 那现在在看来的时候就感觉更强大了 我觉得特别感谢杨子给我们带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 再次把掌声来送给杨子好不好 谢谢杨子 我们用女心理师特殊的感谢方式感谢一下杨子好不好 什么 一二谢谢 一二谢谢 感谢